未来正面杠宝马 你猜宝马怎么看 50多万的宝马X5L就要来了 所以未来赶紧放出了 对标车型S7的新消息 对 今年在X7 X5两款新车的基础上 又横空出示一款S7 简直是一场排桌宝马 忙着豆奔驰甩出4个2 未来攒着一把牌直接亮出两个王 压死 谁也没想到 但确实这样打牌才有意思 自从去年NIO Day 未来称要将BBA改写成NBA 就总有声音笑未来太疯癫 2021年 宝马不但是中国豪华车市场的冠军 主力车型的表现还非常亮眼 BMW X3在首个完整销售年的销量超过 BMW 3系 BMW 5系和BMW X3的销量均超过 BMW X5全年销量首次突破 比如未来联合创始人 总裁秦丽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一个数据 从去年上显量来看 30万以上高端品牌电动车 未来在中国市场上显述占比 紧随其后的是特斯拉 然后就是宝马 当然 30万以上的电动车 未来有三款 特斯拉主要是Model Y 宝马是X3 定义有点多 车型不够多 虽然未来在30万元级以上电动车市场 占有绝对优势 但是如果对比2021年宝马的销量表现来看 去年 BBA中 宝马的表现可以说非常喜人 在奔驰 奥迪都有不同程度下滑的情况下 宝马在各系分市场 确均保持了稳定增长 或者说 包括未来在内的豪华新能源车型 对奔驰 奥迪确实还是有一定震慑力的 成联会数据显示 豪华SUV市场 去年奥迪Q5 奔驰GLC同比下滑分别为6.2% 17.7% 当然 除了未来 理想万同样在冲击着这个细分市场 甚至可能影响更大 同时 豪华轿车市场 奔驰 奥迪同样下滑 其中奥迪两款轿车奥迪A6 奥迪A4分别下滑14.1% 12.2% 奔驰1级 奔驰C级分别下滑9.3% 14.8% 其实 无论是未来还是理想 与BBA都还没有展开直接的细分市场竞争 比如奥迪A4车主升级的时候 换了未来S6 奥迪Q7车主衡量了一下 觉得理想万更划算 未来 理想基本靠的还是错位竞争的优势 当然 也影响了一部分BBA车主的增换购需求 但是 立完NBAZF 又喊话宝马 未来这次就是奔着正面竞争来的 从车型命名上 未来就在一路压制宝马 数就比你大 就问你他不怕 再看S7 定位介于S8和S6之间 大五座 并且还是未来最新的NT2.0平台 如果拿S8和S6的定价来衡量 逆计不会超过50万 与此同时 最近也流出了宝马X5L的预售价信息 预计在55.8万元 这样一对比 S7相比X5L还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 对于宝马来说 今年未来的三款新车 才真可以说是蓝势汹汹了 这边宝马刚刚超了奔驰 那边未来就喊杀而来 那宝马到底怕不怕 同时 去年未来销量最高的S6 年销量还是不如进口癌的宝马X5 而且 与未来相似 宝马的客户忠诚度其实也很高 尤其是30万级以上 德系豪华车主依然保持着优越感 品牌忠诚度不逊于未来 并且 在高端电动车和燃油车之间 还横跟着一个因为认知差异 而一直存在的问题 这种残值上的差距 不仅是因为燃油车与电动车之前的差距 还因为作为宝马20多年的经典SUV车型 它的驾驶体验让X5成为许多人的Dream car 这种能以备复制的经典 自然也是电动车所无法超越的 未来和宝马 都在追赶中国日益扩大的新能元气车渗透率 在电动车市场 宝马更是一边扩产能 一边把XI4三系纯电都安排上了 在渠道上 还要实行宝马IT验店 对于未来的正面杠 以宝马百年德系豪华的地位 高层们自然不会正面回应 去年业绩不错的经销商也表示 平时对特斯拉 未来啥的关注并不多 今年对X5L7带忙 也还好吧 宝马这边云淡风轻 那是因为经销商这两年过得好 成联会的数据也显示 去年传统车市场 自主品牌 合资品牌 豪华品牌的份额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其中 以份额最大的合资品牌下滑幅度最大 所以 恐怕合资品牌们比宝马更焦虑 其实 未来喊话宝马 那抢的是用户心智呀 在未来发起的这场豪华电动车 与燃油车的这场正面交锋中 似乎也在暗中引导着用户 为什么还有人买油车 这场交锋 未来确实聪明 但究竟谁会失算 这场豪华品牌